桃鱼市辖内列管的安检场所 其中不合格率高达了25% 有议员表示 100位消防人员每一年或两年 针对公共场所进行公共安检 但是检查的项目非常繁杂 人力也非常吃紧 他希望可以加强人员的配置 提高安检的次数 替民众严格把关 公共场所的安检项目 包括了防火管理 检修申报 防验制度 危险物品等等 业务量过于繁重 执行人力也不够充足 就怕安检流于形式或是书面 而无法落实检查 协长我们希望可以加强 这一块落实公安检查 怎么样或使公共安全的这个检查呢 也有很大的这个连接 我请大家 还是有很大努力的这个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发布 在今年9月9号发布的这个资料 我们去年累计到去年的 就是104年8月31号的时候呢 我们的火灾发生数 146件 它承担数是27件 死亡人数呢 79件 受伤人数呢 33个人 那损失的金额高达 2673万8千元 可是到今年呢 累计到8月31号为止 我们的火灾发生数呢 是245件 增加了99件 谢章文表示 加强辖内居高危险性的 列管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 和防火措施管理 像是舞厅夜总会俱乐部 KTV撞球场 保龄球场 游乐场所等等 一共2228家 加强专案消防检查 其实公共场所的这个安检 如果落实 就很可能发生 容易发生火灾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加布的这个部分呢 我也认为应该要做一些 加强的随障 我们的统计 住宅火灾 是占百分之七八十 住宅火灾 那么公共场所的安全 是绝对不打折扣 所以呢 我们同仁在执行 公共场所的安全 那绝对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如果疫情不改善 那么联系出发 消防局表示 到8月底前 已经完成了2400多家的检查 检查率算高达116% 但是不合格率 依然有24% 公安不容许打折扣 未来的安检只会更严苛 也会加强防灾宣导 要给民众一个安全的公共场所 唐新闻 董玉飞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